選擇籌碼強勢股超盤手 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昨天的美國股市刺激 昨天道瓊一度跌了超過500點 收盤雖然拉了蠻長的下影線 不過非城半導體 還有納斯達克跌幅比較重 尤其是廢半 也讓台北股市 昨天晚上的期貨大量 電子盤也跌了190點 其實我昨天在節目裡面提到 今天早盤應該會很恐怖 為什麼 要殺融資 因為昨天我大事業話說 融資實在減得不夠 昨天上市加上回減50幾億 比前天減得還少 昨天跌得比較多 又減融資減得比較少 所以融資戶都在觀望 今天怎麼回事 其實昨天融資就有一些 維持率不夠的現象 我徒弟也說 昨天追繳令也不少 今天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為什麼大盤變大漲 早盤跌了200多點 高低點差的多了 差了300多點 這個盤到底怎麼回事 我待會兒會跟各位分享 當然大數據也很重要 大盤今天是只跌了嗎 確定這就是回檔的最低點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的大事業化 準備要殺融資 投資人希望是時間換取空間 對不對 大戶更希望的是 用空間來減少盤整的時間 對不對 每一次斷頭又會是一次 財富重分配的時機 其實今天早盤就是 怎麼說 因為昨天追繳 追繳令發出的話 兩天內要補錢 就是說你今天要補錢 如果今天不補呢 明天早上可能就被破斷頭 今天早盤其實有不少融資戶 是自我了斷 因為今天很簡單 今天早盤 其實開盤只跌30點 瞬間擊殺下來之後彈起來 本來彈起來 融資戶想可能沒事吧 但是在這一段 9點40分之後 大盤又跌破早盤低點 盤中最多跌了240幾點 這一段 在這裡有沒有 這兩個5分鐘殺出量來了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在這裡不少投資朋友 被迫 把手中的股票給賣了 例如說 好股票 驚鴻都殺跌停 35 來 驚鴻3143006金毫克 很多股票有沒有 重挫 瞬間後來急拉 在 3545吧 敦泰 找盤殺跌停 尾盤拉起來 有沒有 融資戶在這個地方 斷頭 所以 當融資戶斷頭之後 籌碼怎麼樣 籌碼變輕了 不是所有的融資戶 都在低點賣光了 也就是說 因為高檔不斷有人套牢 對不對 可能高檔套牢的部分的籌碼 在低檔賣掉 所以拉起來 籌碼就輕了 各位懂意思嗎 不是上檔沒有人套牢 當然還有 但是高檔部分套牢的人 在低檔把它賣了 本來套牢100個人 假設 低檔賣了80個人 賣了40個人 反彈上來 賣掉40個人 反彈上來壓力 剩下60個人了 對 如果賣掉80個人 反彈上來壓力只剩下60個人了 套牢只剩下20個人了 因為低檔賣掉了 對不對 這就是 這一波電子連漆黑之後 多殺多的一個現象 那今天 老師那今天融資是不是 就會全部出場了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我在大世界化 給各位看的圖 這個圖 因為很多人告訴你 指數回檔 這昨天的 到昨天晚上收盤為止 指數跌了7.6% 融資減了10% 照理說 融資的減幅 已經超過大盤的跌幅了 那是不是隨時出現反彈 其實前兩天 照理說不只有減幅 就超過了嗎 為什麼還不彈呢 重點在這裡 指數來到這邊 其實已經來到5月26號的位置 昨天的收盤16661 跟5月26號的收盤16643一樣 對不對 差不多 可是16643當時的融資余額只有2257億 那昨天的融資余額還有2693億 天啊 還差400多億 對不對 指數回到了一樣的位階 融資卻比當時增加了400多億 那這些融資不洗出來 大盤怎麼會彈得上去 所以今天盤中的洗融資 重點晚上的大事業化各位一定要看 因為今天到底融資減了多少 會不會減很多 還是減的不夠 那減的不夠當然也不表示說 融資戶沒有斷頭 我們這樣說 今天我剛剛提到 早盤在9點40分到9點50分 很多融資的操作的投資朋友 被迫自己 自己在那個地方可能自我了斷 自己賣了 看起來糟糕了 大盤沒救了 把他賣掉 因為昨天晚上美國又大跌 而且今天大家不再討論 這個所謂的當沖降稅的議題 可能是延長兩到三年 早盤有這個利多應該還好 可是繼續殺 其實這個所謂的利多 我們這樣說 大戶總要給政府一點面子 對不對 政府也釋出善意 延長兩三年 大戶就做給你看 你要延長我就做 今天亮是不是出來了 昨天沒亮 昨天支持一亮 昨天連三千億都不到 今天變了四千多億了 對不對 今天成交量 今天大盤了 成交量變四千多億出來 四千一百七十四億 所以 其實大盤要會動 股價要會漲 成交量真的也很重要 大戶如果不做 大戶很簡單 我不做 你政府不釋出善意 我不做 大盤就這樣啪啪啪啪 每天亮說沒有人要做 天天跌 對不對 我個人看法 也不要把當沖或隔日沖 就所謂污名化 因為其實隔日沖的大戶 他也是花成本 他也拿錢出來用的 對不對 只是他有他的策略 但是我在我的周日的小學堂 也都跟各位提過 隔日沖大戶有哪幾間券商 各位可以特別留意 其實也是一個市場的造勢者 當一檔股票正在盤整的時候 隔日沖大戶一點火 他盤整形他就突破了 對不對 就像今天 大家正在恐慌的時候 當融資斷頭的時候 搞不好找盤 隔日沖大戶還做空 先把股票殺下去 逼這些融資全部斷頭之後 再把地檔拉起來 他不是造勢者嗎 今天在這個關鍵時刻 其實很多因素巧合在一起 如果昨天晚上沒有 美國沒有大跌 今天融資還洗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每次美國重挫 我都跟會員說 要想清楚 我比較喜歡在美國 重挫的時候買股票 美國大漲 大盤 早盤都開高 那個時候買股票 第一個容易追高 第二個大家都在漲 就不曉得哪個股票是漲 真的哪個股票漲假的 當股價重挫的時候 你才知道哪些股票 所謂的強勢股 或者是當股價重挫的時候 你才能趁機會 去吃到法人的豆腐 剛才給各位看了 融資當然今天晚上很重要 到底融資餘額增加還是減少 有一個可能 我今天再大致的話也會說 因為我在週日小學堂 也跟各位分享 有哪幾間券商 他是隔日沖大戶 今天隔日沖大戶 到底有多用力 我們今天晚上 就等著揭曉答案 也許融資餘額減得 沒有如大家的預期 也許今天只減了50億 可能減得更少 可能融資戶斷頭之後 今天有新的融資進來 這些新的融資 可能是隔日沖大戶 也許斷頭斷了80億 隔日沖大戶今天買了50億 結果融資只減了30億 也是有可能 今天晚上的大企劇 就格外的重要了 記不記得在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一直跟各位提到 鋼鐵航運電子是在高檔 先後見高點 然後先後見低點 陸續見高點 先見高點 先見低點 最後見高點是誰 電子 因為電子類股 7月15號才見到高點 對不對 8月15號就上上禮拜四 但是大家說電子類股成交比重 來到64% 當大家都說電子要重漲冰幅的時候 啪啪啪點成這樣 對不對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是在上上禮拜 三禮拜四才進場 結果 僅僅一個多禮拜 八九個交易日 竟然這裡買的融資會斷頭 沒有幾天 我昨天不是說嗎 一百塊的股票 跌到78塊 融資就要追繳了 維持率就變成130了 所以很多股票 這一個多禮拜 跌兩成以上 22%的比比皆是 上上禮拜買的 今天就要斷頭了 這裡買了 這裡就要斷頭了 其實電子類股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有機會 如果上個禮拜說的 這個禮拜的前半週 要打出第一隻腳 只是晚了一天 今天是禮拜三 到底算不算前半週 剛好中間 今天收出下影線 未來可能還要下來 打第二隻腳 因為電子類股 要V轉的機會也不大 上面套牢那麼多 除非今天電子類股 融資爆減 那倒是一個可以參考 不過今天各位看到了沒有 今天鋼鐵航運好強 我們今天手上 好幾檔股票漲停板 所以你看鋼鐵 昨天還藏黑 今天變藏紅 真的傻眼 昨天創新低的時候 KD指標有沒有低檔背離 指數創新低 KD指標並沒有創新低 鋼鐵類股 KD指標低檔背離 那航運類股今天很強 所以到底老師 航運和鋼鐵怎麼看 待會兒我會分享 還有一個重點 當然你今天晚上 大世界化不能錯過 今天晚上尤其是融資的籌碼 還有各類股大戶的分配 大戶的部位 到底航運比較有機會 鋼鐵比較有機會 還是電子也有機會 今天晚上大世界化 當然不能錯過 你一定要看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 右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晚上大世界化 昨天就跟各位預告了 今天大盤會很恐怖 大盤要怎麼樣 將要再洗融資 結果澡盤真的洗了 洗完之後竟然V轉 大家都滿傻眼的 剛才我提到的 這個是好多個因素 剛好碰在一起 也是因緣巧合 所以當然今天這個低點很關鍵 因為你看今天的航運類股 山雄全部漲停 都傻眼 前兩天跟各位說的台華 8月16號 對不對 前天而已 今天8月18號台華投空漲停 8月13號跟各位分享的中航 我們也進去買了 就今天中航漲停了 金賺 金賺冠軍會員 對不對 中航今天股價 歷式光效漲停板 67.6元 非常恭喜獲利續包 我們有沒有航股 有啊 我們還有航 我們還有長榮海運 長榮海運是不是漲停了 長榮 三組會員都有 有沒有 金賺冠軍會員 尊榮會員 特別會員都有長榮 都有長榮海運 今天漲停板 136塊 還有哪一檔 還有四回行 我們今天漲停板好多 四回行 有沒有 金賺冠軍了 5608四回行 今天股價光效漲 052塊4 非常恭喜 所以 老師都航運股 對啊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說過 所以操作上 不是跟各位說嗎 其實這些股票 已經回檔四成五成了 對不對 因為回檔四五成 有啊 然後大家也知道 它基本面不錯 但是我不是跟各位說嗎 你可能跟我一樣 知道航運股的基本面不錯 但是買的未接 買的時間 買的時機 你一路往下低接 接到低點的時候 手軟 明明該買 買不下去 因為上漲套牢太多 對不對 我不是說嗎 當時我們在2月 7月5號吧 當時我們就說籌碼亂了 隔天7月6號 就見到長榮海運高點 233塊 結果一路回來 我們不是買在116塊半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買在130 所以今天漲停板 那電子類股呢 電子類股超強股 美希瑪今天繼續漲 美希瑪什麼時候買的 這天 16號這天買的 16號 15號在13號 這16號是禮拜一 禮拜一 我們在上禮拜五 內根黑黑棒 爆大量黑黑那天買 16號大漲 17號創新高 昨天創新高對不對 但昨天是掉下來了 今天你都不相信 美希瑪會不會攻早停 最強的一檔電子股 因為他創新高了 對不對 他強不強 強 16號我們就恭喜 今天美希瑪再恭喜一次 有沒有 金鑽冠軍的 4721美希瑪盤中 股價供上116元 再創波段新高 非常恭喜 所以今天大盤 從底部反彈上來大漲 你手上的股票表現如何 各位 你手上的股票表現得如何 你看到我們的股票了嗎 有沒有看到 今天我們光賀獲元掌停板的股票 好幾張 好幾檔 對不對 所以當然也有跌身的 也有鋼鐵股 也有最強的所謂的電子股 當然還有航運股 航運股非常多檔 今天鋼鐵股也不錯 鋼鐵股例如說威智吧 對不對 我們買在這裡了嗎 8月13號買的 8月13號買的 這天買的 為什麼 因為它出現訊號了 對不對 這兩天掉下來 今天威智又上來了 老師威智嚇死人 對 有沒有 找盤 融資斷頭斷在這裡 斷完之後就上來了 老師那不要用融資做 對 你還要用融資做嗎 因為融資做 用融資操作 它有2.5倍的槓桿倍數 就是說 當然你賺10%的時候 你等於賺25% 對 2.5倍的槓桿倍數滿高興 對不對 100萬 漲10% 變成110萬 可是你才用40萬的資金 所以你用40萬賺到10萬 就賺25%了 所以漲10%等於賺25% 那跌10%呢 跌10%等於賠25% 所以 因為槓桿倍數2.5倍 所以操作上 當然獲利很開心 但方向如果相反的時候 虧損也很嚇人 所以在操作上 如果你真的不懂得停利或停損的話 建議各位真的不要用融資操作 尤其更不可以用融資去攤平 那真的是會非常危險 一路融資攤平了 今天早盤就會被迫斷頭 這個就是我在市場30年的經驗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什麼 順勢 漲的時候做多 跌的時候不要去接刀子 今天看到融資斷頭了 到地板了 再把刀子撿起來 懂意思嗎 當然有些股價我們前幾天就佈局了 雖然這幾天大盤在殺 有沒有影響到他們的股價 還好對不對 航運股有沒有在破底 沒有 美希瑪今天還在創新高 還在創新高 剛剛給各位看到威治 來 威治是16號買的 還有中鋼購很刺激 來 中鋼購我前天跟各位分享 禮拜一對不對 前天不是跟各位說嗎 有沒有 出現什麼 大肆攻擊訊號 鋼鐵股 爆大量 昨天盤下我們買的 昨天當然殺盤 我們買來這裡 結果收盤收到這裡 還有老師 對 所有的會員都可以買的 比我們高雄還要便宜的價位 因為買到這裡之後 要收收收收收收到這裡來 今天 中鋼購今天長紅了 有沒有 今天變長紅了 所以有時候 操作上跟著誰做 不是 每天 一路跟你說 很好很好很好 然後一路低階 航運股 我不是說嗎 你可能跟我一樣 看好航運 看好它的基本面 看好它的EPS 看好它本益比實在是超低 對不對 最近很多法人 甚至外資也開始認錯 開始調高航運類股 或貨櫃類股的目標價 然後未來 散裝航運的指數也創了11年新高 所以今天散裝航運非常強 你看我們手上不是有嗎 中航還有四維航 今天也紛紛逛上漲停板 所以在前幾天 當你最恐慌的時候 我不是跟各位說嗎 鋼鐵 航運 電子等第一隻腳 今天終於等到電子第一隻腳了 對不對 我希望各位 你沒有在今天第一隻腳的時候 早盤你把電子給賣了 這樣你就傷腦筋了 所以你要跟著誰做 當然跟著贏家操作 跟著贏家操作 很簡單 你每天晚上大師要必看 必讀 每天籌碼大師的節目 你也必看 如果你每天兩點 無法準時收看的話 非常簡單 你就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 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寂寞人妻的世界 以為結婚後的日子是幸福快樂 分隔兩地有什麼關係 只要心在一起就夠了 你跟我以前認識 女孩子都不一樣 而且永遠都會站在我的立場 替我想 誰知道嫁給了老公 老公卻取了工作 我們今年的第三者 就是你的工作 這一切到底是幸還是不幸 今晚9點 五周生意金展花葉黃素 大人情歌 更貼近母乳的美強生純銳3 含MFGM如紫黃金膜 與A2蛋白 給寶寶最像我的營養和保護 同時 讓我自由地做我的緊 美強生純銳3 泳城國際投顧 彼持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顧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應軟體設備 總共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擁有經理讀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用投資的獨二選擇 泳城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泳城國際投顧 入位專線02-2563-9777 02-2563-9777 麥當勞全新早餐 讓早晨備感享受 麥當勞貝國寶新上市 套餐飲料升級卡布奇諾 只要22元 Honey Pan Honey Pan 他們的表現我很喜歡 我都愛你嗎 你都會像鐵軟軟軟軟軟 不會出麻糬 我以為 聽不夠 當時的小列車 有曲智豪就會差一點 ABC 今天曾經 今天決賽 就在一思維膠囊 我MVP秀 掌握市場先機 重視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 籌碼大師領中心 五星看中心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個就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你看看 航運和鋼鐵 我在一個多禮拜前 就跟大家分享 鋼鐵航運是可以逢低滿 因為它從高檔已經拉回來 一段時間 越早建高點 越早落底 也越早轉強 今天換航運轉強了 老師它電子 因為電子最晚建高點 對不對 我之前不是分享了嗎 因為它7月15號才建高點 所以今天算是電子類股 建到了第一個低點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當然電子類股也拉一個長紅 所以越晚建高點 終於今天建低點 未來 未來 各位看看電子類股的融資 所以今天大世界化要特別看 今天電子類股融資 減的幅度如何 大戶在做什麼樣的族群和類股 資金有沒有出現新的輪動 當然就鎖定 晚上的大世界化 今天當然很多股票陸陸續續的 往上表態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我剛剛提到的 機緣巧合 美國重挫 融資斷頭 再來就是財政部釋出善意 可能當充減稅的方案 延長兩到三年 要看立法院的決定 當然最好 最好是這樣子的 所以今天大戶也給政府一個面子 表態 前兩天不做 你也不確定 我昨天不是說嗎 市場 股市最怕就是不確定因素 一直沒決定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了很開心 我們今天恭喜 恭喜口訊好多 長榮三組會員都有 漲停對不對 中行漲停 四維行漲停 電子類股美奇馬漲停 真的有夠強 繼續創新高 所以要跟著誰做 這些股票之前都有跟各位分享 跟著我們做 鋼鐵 今天鋼鐵沒漲停 所以今天沒有恭喜函 但是鋼鐵今天也很漂亮 我們昨天買了中鋼購 今天也上來 今天會員也賺錢 所以很簡單 跟著誰做 強勢股等拉回進場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最後一盤 發一個抗訊給會員 當然大盤出體反彈了 電子類股 弱勢電子股 反彈要先解碼對不對 強勢電子股 等未來剛好有拉回 不一定是第二隻腳 強勢股拉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積極進場 因為我個人看法 大盤很有機會 在這個地方阻底 但是重點 當然希望怎麼樣 希望融資今天能大減 所以大師要看清楚 我的操作其實也很簡單 為什麼我這麼能掌握 所有的資金輪動 為什麼 當然我們是看著大數據 對不對 我們每天看著大數據 剛剛上個階段 忘了跟各位提大數據 今天大數據分數 稍微增加了一點點 但是還在二十幾 二十三點幾 所以剛剛出體反彈 大數據不會那麼快上來 但是他會給他一點時間 給他一點時間來 這大數據有沒有 稍微勾小一點 跟這裡一樣 當這邊剛開始反彈的時候 大數據還沒勾上來 還沒上來 今天稍微走平了一些 所以你要把握的是什麼 你看我們今天的抗訓 賀掌停的抗訓好幾個 所以你要跟著誰做 當然跟著我們做 對 八月的新主流等你來揭開 你看到了沒有 你看到了我們的操作了沒有 到底新主流是什麼 是航運嗎 是鋼鐵嗎 還是電子 很簡單 你只要跟上籌碼大致的腳步 新主流出現好的買點 第一時間會帶各位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立即撥打自負雙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就算了 ヽ ノ 出席